关系不错的不只是美日韩 金正恩和普钦也互置信函 是演要深化双边的关系 我们该如何解读 在乌俄之战陷入胶着的这个时候 北韩跟俄罗斯的关系呢 再请教教授 是 我们刚才谈到 美中之间的关系 现在是双方各自的交朋友 事实上北韩跟俄罗斯 也是现在走得更近一些 想要把关系拉得更近 主要的原因就是因为 这两个国家 现在都面临了 西方国家的经济的制裁 基本上大家对于这两个国家 都比较多 尤其是民主国家 对这两个国家 比较多的负面的印象 那在这样的情况之下 这两个国家走得近 也可以说是在预期之内 我们就在上个月 尤其是这个朝鲜半岛 在所谓的纪念中战纪念日的时候 俄罗斯的国防部长 向一股还亲自飞到了北韩 当时就已经传出 双方的军事的合作 可能会强化 现在北韩的金正恩 还特别写了一封信 再次的强化 未来俄罗斯跟北韩 可能的军事同龙的关系 那当然就如同我们所说的 预期到的是 这两个国家会越走越近 但是值得关注的另外一点 是过去俄罗斯 在面对北韩的时候 通常他们的角色 都是跟着北京当局走的 不管是谴责北韩发射核子武器 或者是发射弹道飞弹 或者是北韩做了什么样的动作 通常北京跟俄罗斯都是同步 甚至俄罗斯都会跟着北京走 在现在的状况看起来 如果俄罗斯跟北韩的关系 变得更加的直接 会不会因为这样子 就让俄罗斯跟北韩会出现了 直接的决策 俄罗斯会不会就此出现 直接跟北韩进行对话 或者是做出直接的决策 而不再是完全跟着北京走 某种程度也反映出来 现在在乌俄战争的 还在持续当中的情况 北京看起来 并不是要完全站在俄罗斯这一边 所以俄罗斯才会积极地拉拢北韩 而不是透过北京跟北韩走在一起 所以从这样的关系 直接的关系看起来 整个所谓的非西方国家的 非民主阵营的盟国关系 好像也出现了值得观察的部分 这点是不是真的能够落实在 军事的同盟 还有待观察 不过至少目前看起来 俄罗斯跟北韩是越走越近 没有错 教授刚好提到北京 事实上中国大陆和印度举行 第十九轮的军事谈判 双方并没有只有边界争议取得具体的进展 不过莫迪和习近平可能会在 南非金专国家峰会上会面 外界也好奇说这场会谈 是不是在为莫迪来铺路 是不是为莫迪铺路 事实上对于中国跟印度来说 中印之间的边界问题 从2020年的5月 中印在喜马拉雅山的边界 发生了所谓的军事的冲突 虽然不是全面性的 但是发生这样的军事冲突之后 中印之间的互信关系 就大大的受到影响 但是在中印之间发生这个冲突之后 双方也不是没有透过所谓的外交的管道 来想办法降低冲突 所以才会出现军事上面的对话 军事上面的会谈 这个礼拜所进行的会谈 其实是双方的第19次 军长级以上的军事会谈 军事领袖的会谈 事实上就在传递双方想要降温的意向 当然过去这18轮的谈判 看起来都没有共识 第19轮也不能说有重大的突破 但是至少现在出现的一个讯号是 中印双方都不希望能够加温 都不希望这个冲突永远的无法做出解决 这一点可以从上个月 王毅在南非的约翰尼斯堡 跟印度的外长进行会谈之后 中国政府发出来的 外交部所发出来的声明 可以看得出来 因为中方的外交部直接就表态了 希望跟印度可以寻求 可以找到共识 互相尊重 并且也希望能够增加双方在战略上的军事互信 从这些声明可以看得出来 双方虽然现在还不是完全的降温 还不是完全的平息了双方的冲突 但是至少方向上面 中印是不希望冲突再扩大 尤其是美方现在在积极拉拢印度的时候 其实中方也在试图的把姿态摆低 尽量的采取温和的态度 印度方面的权势是认为 穆迪政府是认为 现在的中国大陆面对的美中之间的竞争关系 有台海的局势 更让中国大陆伤脑筋 所以印度在目前跟中印之间边境的冲突上面 印度应该可以稍微的跟中国大陆做出一些斡旋 做出一些要求 甚至是要求在西马拉雅山的边境 也许中方的军队要往后退一点 或者是做出什么样的让步 这是印度目前的解读 他们认为北京不会同时的想要处理两件麻烦事 一个是中印边境 一个是台海危机 所以印度现在的解读 看起来穆迪认为跟中国的习近平对话 是对他有帮助的 这也是为什么我们会看到 目前讨论的是 在金专国家会议当中 8月22到24号 习近平跟穆迪有可能见面的一个主要原因之一 另外来关系的是美国政坛了 美国前总统川普第四度遭到刑事起诉 而川普的法律麻烦并没有损害他的形象 反而是带给他政治资本 民调寥寥领先 川普如果真的获得提名的话 会不会让共和党陷入分裂呢 再请教教授 川普如果真的被提名 不要说被提名了 现在的司法案件就已经让共和党非常的棘手 尤其是共和党的其他的候选人 现在其实不太知道应该要如何来面对 川普的司法案件 因为一方面川普现在民调领先 如果公开的反对川普 对自己的支持者来说 或者是对于共和党内部来说 不要说是团结问题 自己的支持者会不会觉得 既然是同党居然不立请 可能也会流失掉选票 另外同时又看到了川普受到起诉 每天的媒体都在报道川普 对于同党的竞争者来说 也是不知道应该要如何能够 透过媒体争夺到比川普更大的版面 这是同党内部最大的困难 就是其他的候选人最大的困难 不过我们回到在乔治亚州 这个起诉的案件来说 事实上这是川普的第四个形式起诉 里面有几个重点非常值得大家来思考 尤其是会不会影响未来的选情 还有为什么共和党的其他的候选人 会觉得不知道该如何来挑战 因为在起诉书当中 很显然的乔治亚州的州检察官 他的重点放在川普不断的说谎 在整个过程当中 川普要求乔治亚州的政府的官员 去把这个票找出来 甚至在通话记录当中 去要求州务卿把他落后的选票找出来 当然川普的解读会是 他只是说要要求验票 可是从通话记录看起来 检察官的意思是说 川普对州政府来施压 所以他在不实的论述 或者是欺骗不诚实 这一点是整个起诉书当中 贯穿整篇起诉书当中 很重要的一点 另外在整篇起诉书当中 总共起诉了川普高达41项罪名 这也是破天荒的 而且还有一个重点是 总共有19个人 包括川普在内 总共有19个人 都同样被列为被告 这一点也很重要 因为等于是川普自己 尼古萨过江 保不住他身边的同僚 这一点是不是会造成 接下来大家可能不太敢力挺川普 这些都是可以观察的重点 另外最重要的是 根据乔治亚州的法律 乔治亚州的司法审判 是可以电视公开审判的 在这样的状况之下 就可能让川普得到 更多的媒体曝光率 对于川普来说 对于川普的挑战者来说 比如我们刚刚所说的 他在共和党内 很有可能打着司法迫害的旗帜 透过电视审判 透过天天上电视 天天电视的直播 很有可能得到更高的声量 反而跟共和党 或者是民主党 本来想象的 因为司法审判 而导致川普的声望下跌 会有相反的效果 所以我们看 川普受到司法调查 看起来川普声势 不跌反声 这点也是在美国政治 很值得观察的部分 当然对于拜登总统来说 可能川普会是 他最大的挑战了 谢谢教授 从大国关系到美国总统 选战的精辟分析 想看最完整的新闻内容 记得下载TVBS新闻网APP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